买玩具了 买玩具了 迪迦奥特曼拿着一个篮子 他要来超市买最新的罗布水晶 他的篮子里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只小怪兽 那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迪迦奥特曼带着小怪兽 要来超市买玩具了 哇哦 超市来了最新的罗布水晶 上面是四位奥特曼的水晶 看起来好酷啊 把它们买回去吧 赛罗奥特曼也来到超市 他也要来买最新的水晶玩具 他也拿了一个篮子 里面好像也是一只小怪兽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赛罗奥特曼带着小怪兽 要来买水晶了 诶 这里好像有个发光的人偶盒玩 把这个买了 这里还有一个精灵球奇奇弹 哇 这里好多水晶啊 来买这个水晶 看起来好酷啊 赶紧回家拆玩具咯 让我们来看一下迪加奥特曼买到的这一套最新的奥特曼 罗布水晶 它们的眼睛和彩色计时器都发出了光呢 首先是这两位奥特曼 右边这个属性是斩 左边的这个属性是爆炸的爆 另外两个奥特曼的水晶 属性分别是盐 还有治愈的玉 让我们一起用罗布陀螺仪来召唤这四位奥特曼 载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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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man Cosmos Ultraman Dider 太好了 迪迦奥特曼召唤出来了 四位奥特曼朋友和他一起玩呢 那你们知道 他们分别都是哪些奥特曼吗? 接下来 赛罗奥特曼有给我们带来 盒丸还有金铃球齐齐弹 这个盒丸上面的奥特曼是谁呢? 他一共有六个种类 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发光人偶 里面有一个台座 一个奥特曼人偶 还有一颗口香糖 哇哦 这位奥特曼看起来好帅啊 他的头上还有绿色的水晶石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他和赛罗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铃球 这里也有一颗口香糖 这只金铃宝贝长得好奇怪啊 头上有条天线 然后两边还有绿色的树叶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金铃宝贝吗? 下楼奥特曼还买了一个水晶 它的属性是闪 让我们用陀螺仪召唤它 我们用变身器 召唤出了这位厉害的奥特曼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